我把這個GoPro掛在前面 第一人稱視角的 早上好 越來越露秀了 週二 十八度到二十四度 我被那支雨傘 然後我老婆的傘 然後又被 1440 這個 原來是我射錯司機 哇 下雨了 抽的號碼跟昨天一模一樣 十月二十二 油三千 我認為這可能是精神上沾望的現象 讓你覺得你看到 好 試一下畫圖 試一下畫圖 剛剛要打電話來聽 有一個漢堡臉 有一個滋餅 有一個滋餅 再一個這邊 不用快點 來 都不用 快速拿早餐 我希望再上兩天半又要放假 這棟就是合作金庫的大樓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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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上來找我了 他起來了 他起來了 我昨天一隻一隻雨傘在這邊 那有個邊泡 我對那隻雨傘 我對那隻雨傘 好 好 謝謝你 好 謝謝 謝謝 好 7點 3公里 我今天車感覺特別 然後 去拿這把雨傘 這很烏龍 昨天想說 我怕我傘一直都放在辦公室 特地帶回去 竟然要在捷運站 欸 卡站 卡站 好 早 7點45分 我這把傘 那我是 我第二次 拿我老婆傘 然後又掉 第二次 上一次是那個三折的 反折傘 那這一次是這一把 昨天 昨天 昨天嘛 對 昨天早上要出門的時候 還跟我老婆說 欸我今天拿這把 我閃透放辦公室 結果我每次都這樣 莫非定 越不要掉的東西 越容易掉 不過還好 昨天 昨天是去申請那個 新北台北的那個 公共運輸定期券 反正就是 你設定好之後 1280一個月就吃到飽 因為我算過 因為我幾乎每一天都來辦公室 那那個票價大概是 24塊 所以 一天來回是48 48 乘以30 1440 1440 1440 但是1440 如果偶偶想要騎U-buy 也要另外付費 可是如果定期券的話就不用 1440-1280 100多塊的 差了 那這樣 你不用去管做到哪裡 是還蠻划算的 我覺得 對我 我的距離並不長 但是因為我頻率高 我覺得定期券比較適合那種 長距離的 或者頻率高 如果是一般的就不用辦定期券 其實定期券出來一陣子 我也是晚了好一陣子才辦 最近覺得 好像感覺算起來應該是我適合用定期券 對 好啦 今天 今天會比較忙是要包這個東西 這個 緊掛式的 GoPro跟手機的拍攝架 好不好 上鍋 1點18分 我剛剛下樓啦 那個 你看 這個 一位 歐先生 就是 教我使用溫度計那位 他現在好像蠻會滑的喔 我今天有兩個朋友 一個是 馬來西亞的洪裕 那一個就是歐先生 他們兩個 板子都有一些狀況 然後他們兩個都講到同樣一件事情 就是 他們已經習慣用它來代步 所以壞掉會很 會很覺得不方便 他 歐先生 因為中午 他利用中午時間過來 他待會下班要再過完 因為我影片還沒有剪完 我 然後今天還有出貨 所以我沒辦法立刻幫他修 對 好啦 繼續忙 1點18分 午餐 4點44 我剛剛 把那個 原本要5點 原本要3點15分上傳的 公開的影片 我設成的影片 所以我剛剛弄完貨的時候 就看怎麼還沒有發表 原來 原來是我設錯時間 3點47 啊 下雨了 我剛剛以為沒有雨多 好 下雨了 下雨了 メという 3.56 然後回去趕白片 好巧耶,今天的 今天的號碼,我抽的號碼 跟昨天一模一樣 503號 那我為什麼會記得 因為我剛剛才剪影片很有印象 對,然後稍微有點飄影 好了,趕宅配 好,現在是5點12 那個歐先生的 幫他殼換好了 不過他是跟我說5點多會老 OK 還沒有來 來,來動一動 我發現這幾天 有拉這個 然後晚上在家裡 還會做浮地挺身 我發現我要拉單槓的時候 手都亂亂 沒有什麼力 有影響耶 有影響 這幾天 你會不會做這個 四下 哇 好,請 四下 不行,第五下會很勉強 前面一兩下可以 但到第三下不然就覺得 美麗美麗 來我想要來滑滑草 你知道我還刻意先拉再來滑 因為我怕我滑完拉單槓更美麗 這單槓不好練 不好練 然後現在等天氣好一點 我想要早時間開始來早上游泳 我看一下我那個Apple Watch的紀錄 最近一次的游泳是在10月22日 去年喔 你游3000 游了一個多小時 其實游泳是很均衡全身性的 而且游泳不太會累 所謂不太會累是你不要游太快 你不要游太快就這樣順順的 因為游泳是一個很很注重你的節奏 你只要順順的節奏有滑到水 你不用很趕時間 他速度不會太慢 但是又可以練到全身 好,我來準備一下 GoPro刮到前面有沒有在錄 應該有在錄 有,有在錄 放這邊就可以錄到 第一人稱四角的運動 然後我們現在一拉呢 一拉這個,他就啟動 先把腳固定好 以上,全部 結果是我烏龍 那個網購後台昨天請款 然後請款完了他填發票號碼 然後我沒有按全部送出 來,我們來比一個五百公尺的排位賽 趾去吧 趾去排位 來,我們去排位賽 跟排位賽 他們又有個聚會 不,我們去排位賽 好了,我到了 3 2 1 142卡 2889公里 16分鐘 第六天 越滑越 越滑越順手 然後我發現 我發現應該不是我變胖 那個 最近有在滑 我覺得我的衣服 好像 有點背 好今天又有口服了 剛剛 跟那個歐先生 面膠啊然後 其實也不是面膠啦他拿滑板來給我修 我幫他修好 他就是殼破掉 然後他就從口袋 撈出一包這個豆子 這個是叫做 肯亞的 第一次聽 所以這也是我第一次喝 可是你知道嗎我覺得 他很厲害 而且很香的豆子 他自己烘的 他一樣用那個RF300 就是我明天會倒的 他也是用那台烘的 他烘得很好 他這個培度比較 比我平常喜歡的再深一點點 但是肯亞好像就是應該要這樣 來喝喝看 爺家是比較淺 這略深一點點 但是烘得好像 然後剛剛跟他聊天的過程 我們剛剛有在樓下聊了一下 他在講烘豆子的時候 你會覺得他那個眼睛 好像在發光 你會感覺他是真的很喜歡 很喜歡研究這方面 甚至有些原油啊 豆子烘焙的方式啊 他都略有色略 今天就來煮這個 肯亞 巧的是我 我明天如果烘豆雞狼呢 我這邊只剩肯亞可以烘 大概可以煮三次 以我這種煮法 肯亞的豆子比較大顆 感覺就不錯 來 我也好一陣子沒有喝肯亞 今天那個 今天Mike在YouTube 有問到一個 ㄎㄧㄤ這個啊 他說這個聲音很好聽 其實這個就是 我們如果去 測驗或比賽 那這個動作就是 辛苦 提醒評審說 我要開始 其實我也是去上課 才知道我本來不想 所以不知道是很正常 但是我後來我蠻喜歡聽 這個聲音 而且 水上來的時候 就沒有聲音 你有沒有發現 他只有水在沒有水的時候 沒有加味 真的 很香耶 不過這種香啊 現在很燙對不對 你這樣聞很近 反而 聞不到 你稍微有點距離 然後剛剛那個杯 那個上爐一直抽開 那個香氣 整個就冒出來了 然後我現在聞這種咖啡香 竟然會流口水 我不知道你們會不會 會 會想要吃東西 好 待會再說 現在很燙 好 我們今天來聊一個主題 反正 今天是4月2號 聽說明天是 本週最後一個上班日 所以 剛剛翟佩還問我說 你明天要出貨嗎 明天出貨 客人收不到 要下禮拜才收得到 原來他們 4月4號5號 都不送 對 好 那因為 接近親民了嘛 我們來聊一個 聊一個主題 這我今天 今天看到一篇文章 我今天看到一篇文章 我覺得 他寫得很好 他寫得很好 安寧病房醫師的親生故事 死亡之後 你希望自己的後事如何安排 我相信很多人都沒有想過 包括我 我也沒想過 我心裡有想 啊怎樣怎樣 可是 沒有認真想 沒有人有認真想過這件事情 除非你遇到那個 寧姑塔的Sales 你才會想 正常人都不會去想到這件事情 他這篇文章 這篇文章 是刊載在 The Newsland 關鍵評論裡面 作者 作者 作者叫朱維銘 因為我覺得他寫得很好 所以我推薦給你們 他是一開始呢 先先問 第一個題目是 死亡之後呢 你希望自己的後事怎麼安排 那骨灰跟遺體 那骨灰跟遺體 你處置的意願是什麼 你沒有想過嗎 有些朋友可能比較年輕 是完全不會想到這件事 可是總有機會你會遇到長輩 你也會遇到 你也會想 第二個是 關於安葬意願 你希望是什麼 我待會最後會講我 他問你希望是什麼 靈骨塔 墓園 樹葬 花葬 海葬 一堆 然後 還有第三 關於商禮跟儀式 你希望你的家人舉行什麼儀式 那這三個問題我覺得很重要 為什麼他後面有講 他講他親身的經驗 就是 他父親過世之後呢 因為他知道他父親生前是 就是 不喜歡排場 然後 他 不喜歡排 喜歡簡單 不鋪張浪費 所以他心裡想說 反正就簡單就好 他媽媽的意願也是說簡單就好 結果 葬儀社來 簡單就好 簡單就好 簡單就好就很難弄了 因為你沒有講得很清楚 就開始 葬儀社就會開始跟你講一套SOP 對啊 因為 他後來就講 他 那個過程我就不講了 歸納出三點 他說你如果沒有提早決定 家人 家人到時候很難拿捏 會造成 家人之間的 心理壓力跟糾紛 怎麼說呢 因為你都沒有講 那家人就為了展現出 孝順與不孝順 就會有人選擇要鋪張浪費 有人選擇不要 不要的人 可能會被講不孝順 那帽子就扣上去 有道理 有道理 因為你如果自己都沒決定 你的家人幫你決定的時候 他們會很困擾 一來現在的商賬費用 老實講不低 什麼都是一萬起跳 一萬起跳 師父祝念啊 然後塔位啊 靈骨塔的那個什麼 那個骨灰壇的選擇啊 玉有很多玉啊 連骨灰壇都有分耶 從幾萬塊到幾十萬上百萬都有耶 家人怎麼幫你選 選便宜的好像不孝順對不對 或者是不在意你 選櫃的又很浪費 因為你睡在裡面 根本都什麼都不知道 所以你如果沒有決定的話 會造成家人的糾紛跟壓力 第二個如果沒有提早 找專家討論 許多禮儀 其實一般人都不了解 而且你沒辦法理解 為什麼要做頭七 為什麼七七四十九 對不對 那為什麼幾小時內 人會回來會怎樣 所以你要怎麼樣 為什麼要念經 一直念 一直念好幾天 念經不是不用錢 但是每個來的師父都要錢 都要錢 然後要不要公計 要不要家計 這些都是錢 第三個 他說你的後事 跟臨終醫療選擇一樣 你自己不提 家人也很難開口 對啊 是不是 你自己都不提 那你家人會 你的小孩或你的先生太太 會問你說 你的後事你打算怎麼做 我覺得這一點很有道理 因為我們中國人啊 不太會聊死亡 或是聊住院都不會 那慢慢大家有這種 這種比較開明一點的想法 就會想到 我還是有一天 死掉的話 我的身體可以怎麼處理 當大體老師 今天有一個朋友 叫Janny的 在我FB 有留言 他就講出他的 他的想法 他說 他說他跟身邊的人說過了 死後可以 棄捐就棄捐 死後大體送醫學院 當大體老師 全部都捐出去 連骨灰都不用處理 這個真坦然 真坦然 對 我覺得這是一個方向 這是一個方向 那我 我今天我的想法是 如果有一天 真的發生了 火化 火化 然後看似要 灑海裡 或放 或到找一棵樹 然後灑在樹邊 當然這裡 要以不影響環境為原則 對 至於要不要定期祭拜 那個 我通通不care 真的 我通通不care 像我現在每一年都會去拜 每一年會去兩次拜母親 其實 其實我 我心裡是覺得 人已經不在 人已經不在 但是會去 純粹是一種 想念跟思念 然後而且你會覺得 讓你覺得你曾經有母親 那種感覺 只是 只是想 想透過這樣子 去拜拜的這個過程 你去覺得說 我曾經有一個媽媽 讓你不要去忘記她 同樣的 我覺得我對 我對死亡這件事 我覺得 人死了就死 她 說 有今生 無來世 你好好把握你這輩子 至於死後 身後什麼事情 說真的 你真的都不知道 所以與其在那邊生前 那邊走 我將來 我要你們幫我辦的風風光光 怎麼樣 怎麼怎麼 有些人是說 你要辦的月風光 你的子孫才能得到 屁印 才能夠 不管是身體上 財運上 才會好 我認為 這都是跟產業相關 你這樣子做 誰 誰有好處 每個人想法不一樣 因為你有這種想法 才會有那種產業出來 也不完全是 因為有那個 產業才會造成說 現在大家搞成 做個商禮那麼複雜 有需求 有供給 沒何起來 這個好喝 但是 他 比較 酸一點點 比較酸一點 他剛剛有跟我講 但是他到嘴巴裡面 那個回甘 回甘是 那個感覺是很厚實 可是 可是 跟爺家的香氣是不一樣 這是人家 烘的豆子 記住他的味道 對啊 我剛剛講的 說真的 很多事情都只在那個 一念之間 我是覺得人死了就死了 真的 你完全都不知道 你在死掉的內撒那 你就已經什麼都不知道 什麼靈魂還會看你 然後靈魂 很多人相信對不對 其實我是不太信 那我常常說 我常在講的因果 並不是前輩子 跟這輩子的因果 而是你之前做過什麼事情 你接下來 你將來會遭遇到的 就是因為當初做的事情 造成的結果 我是指今生的因果 不是前世 其實你有沒有前世 誰知道 沒有任何一個人 可以跟你證明說 你有前世 那有些人說 我見鬼啊 什麼有的沒有的 有些人說 他的 那個 八字比較輕啊 會看到鬼 或者他有陰陽眼 不知道不知道 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都沒有 我都沒有遇過 但是 我相信 有一種可能性 是像老人家的沾望 這也是我上個月才知道的事情 原來你聽到他們亂講說 有蛇有什麼的 他真的看了 那個人在那裡怎麼樣 那個就是沾望 我認為這可能是精神上沾望的現象 讓你覺得你看到鬼 啊 否則 從來沒有人有看過 當然有人說他看過 可是我就沒看過 對啊 總之我覺得 很多事情都在你的 你心裡是怎麼想 你頭腦是怎麼去看 看待這件事情 那剛剛他講的我覺得 我覺得很值得你們也去想一想 當有一天 面臨死亡 或者當有一天真的死掉了 你的後事要怎麼安排 怎麼安排 要採用什麼的 什麼的方式 處理方式 然後 然後 希不希望 立碑 馬鈴姑塔 還希不希望人家常常去拜你 其實拜你都不知道 真的都不知道 希望你去拜啊 還是說 還是說你有什麼特殊的需求 你不講 沒人會問 很有道理 你不講沒有人會問 那等你真的走了之後呢 大家就不知道怎麼弄 那大家不知道怎麼弄的時候呢 就要聽專家的話 聽專家的話呢 就要多付些錢 你如果這麼想說 如果怕以後的 自己的小孩啊 或者是另外一半多花錢 你就先講好 他們就知道你的意願 就不會多花錢 也不會被人來講說 他不笑或 或不在意 我覺得那種 那種花錢去弄得瘋瘋瘋瘋瘋瘋 那種的不是表示他在意 有時候是他做給活著的人看的 做那些東西 其實有時候是沒有什麼意思 真的沒有什麼意思 並不是做給死 因為死人感覺不到 做那些動作 拜拜啊 哭啊什麼 有時候 當然除了內心感受之外 有一部分是 給人家知道 你很 你很在意 所以 自己有 講出來 有先講 就不會有問題 我覺得很有道理 真的 因為其實 慢慢的 因為你們很多朋友 可能都還很年輕 不會想到這些 可是父母親也會 也會有一天會離開嘛 對不對 我覺得有機會的話 可以聊 真的 可以聊這件事情 那為什麼要聊 就是剛剛講的 因為避免以後混亂 那也有朋友留言啊 說他已經零骨塔都買好了 我是在開玩笑說 請你死了 你零骨卡買了之後 那個專業的人來要處理的時候 也是還是問你的家屬 要不要加購 加購法師兩名 或者是祝念幾名 要不要加購蓮花 這都有可能 還是要花錢 我看你相不相信 對啊 總之啊 我覺得 當然你有準備是很好 對啊 那我的想法是 就是簡單 簡單 燒一燒 灑一灑 OK 至於 要不要花很大的 很貴的錢去 去弄 弄什麼 零骨塔什麼 我是覺得 不一樣 不一樣 那你就想 啊小孩以後會忘記你 我覺得他如果會忘記的話 你放在哪裡他都忘記 OK 那像我們現在這個年代 我每天在拍影片 唉唷我錄20分鐘 我每天都在拍影片對不對 如果他們真的有心 隨便你拿一天影片拿來看 每天都有講話 對不對 好啦 這是 今天閒聊的話題 就有關於死亡 你的後事該怎麼安排 好 好 7點 7點10分 今天就這樣 拜拜 嗨 你的閃回來了 那你的閃 阿虎 嗨 你不是他去 很開心 阿虎 阿虎 他剛下來 還是本來就在樓下 你剛下來喔 那你動作比我快 對不對 這樣子看得到他 可愛 超可愛 對不對 又來了 Gopro 不求人 好 那你要運動 來划船吧 蛤我要吃飯 沒有啊 在我幹嘛 我好怕他走 來一次 好啦 拜拜 拜拜 好了你不要再上來 不要再上來 好的 好嗎 我 我 好嗎 感谢观看